你真的了解过内娱男团吗 被盲目吐槽娘炮的他们 一拿到话筒 风神明场面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啊 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适用于普通人的同事 也同样适用于他们 从什么时候开始 长相帅气也成为了减分笑呢 牛掌金是前男子组合 耐克森中的主唱 在比赛期间 他就凭借超强的唱功 创下了不少高分明场面 此次与纳乌克热合作表演歌曲 飘向北方 虽然只是给纳乌克热的说唱点和音 但是一开口只给的高音 瞬间点燃了现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比赛的时候 赵磊意外加入了PK环节 一首白月光把自己唱成了 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呢 无伴奏全开麦 空灵的声音直达听众的心理 连台下其他选手 在他唱完之后只喊 吻辣后听 王源在一档综艺当中 将陶渊明的独山海经十三首 改编成了歌曲独山海经 认真的演唱将南辈的诗句 变成了一句句唯美的唱调 学生党们多听几遍 语文成绩说不准 真能提升一点 由宋亚轩张真远 马家琪一同演唱的歌曲 作为怪物 在马哥高音出来的那一刻 我人真的麻了好吗 还有他与小丁合作的舞台 血腥爱情故事 再浓烈的故事都算太俗习了 写到哪里能干好就好 才能看得要死要活 哎呀 要死要活 不仅开发了病胶属性 一段密集输出的高音 听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呢 主唱大人过真命不虚传呢 能把平淡的歌曲唱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创造影2019的初选现场 改相文的一首 秦深深雨萌萌 直接把苏友鹏唱得欣慰一笑 温暖的嗓音流畅的表演 不愧是被当主唱培养的爱度呢 作为一名日美婚写歌手 能把中文说好 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但你敢相信吗 他翻唱起网红歌来 居然别有一番味道 队长的歌可是出了名的难唱的 没想到 妮卡居然把他的那首 十一给完整的唱下来了 要破不破的高音 也拿捏得很稳呢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呢 看完以上几位歌手的表演 李洋炮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吗